海中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了一级跨国贩毒集团 嫌犯假借国内某间公司的名义 承租了仓库以及协助报官 结果却是将毒品藏在木质家具的夹层内 数量高达525公斤 黑市价格大约是新台币21亿 另外刑事局征六大队也破获了一手邀饮料店 掩护毒品咖啡包的分装厂案件 毒品藏立在木质家具长椅底部 海关人员察觉有意经过弃毒犬协助确认 钻孔发现不明粉末 利用工具敲开后果然暗藏玄机 透过仪器检测包括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还有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共525公斤 黑市价格高达21亿新台币 是近期海运货柜查货走私数量最多 台中地检署接获通报立即展开追查 锁定两名泰国籍嫌犯 趁着他们前往取货时当场逮捕 等销信男子返台时一并具体到案 检警调查这个贩毒集团 从去年底开始假借国内某公司名义 乘租仓库以及协助报关 企图以进口家具走私夺品闯关 这次他们利用外籍人士的话 其实无非是要制造断链 而且这个集团他们非常清楚了解 这次运毒的一个流程 以合法掩护非法企图闯关 另外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则是破获了一起以开饮料店当幌子 掌握一名装性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 藏身在彰化一处手摇引店内 白天经营手摇引夜晚则化身制毒工厂 警方经过长期搜证前往查获 并搜出了一千多包的毒咖啡包 逮捕三人 征讯后依法送办 接近龙东山台中报道